前台北縣長周錫瑋遠離政壇六年了 選在土城藝文館舉辦首次在新北市的個人油畫展 那這一次周錫瑋開畫展 過去的老部署都來相挺 更是表態支持他參選2018新北市長 對於這個參選 周錫瑋是說呢 要看民意 看天意 還要看因緣俱足 答詞我不會去提這個市長選舉的事 但是今天議員 但是今天這個媒體來了很多 身體好的時候也畫 我跟各位報告 我每天都要做重量訓練 為什麼 因為畫這種畫要站在那裡畫 周錫瑋現任台北縣長後 遠離政壇專心繪畫 從2012年起先後在北京 上海 東京 台北中正紀念堂等地舉辦個人油畫展 未曾在新北市舉辦過個人畫展 那這一次在土城藝文館舉辦畫展 真的是備受各界矚目 尤其是未來的動向更是受人關注 雖然老部署都力挺他 支持他參選2018的新北市長 但周錫瑋並未明確地表態是否要參選 而是說呢 要看民意 看天意 看是否因緣俱足 所以我畫畫畫得很用心 剛剛金傑說等我等一個半鐘頭 絕對沒有這回事 可能你來的時候我都不知道 跟大家沒有見面 怠慢大家 疏忽大家 得罪的地方我還在這邊一舉功 跟大家抱歉一下 對不起 對不起大家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